杨颖Andale Bobby在2016年 可谓事业爱情双丰收 接拍的10部电影平均片酬为每部1000万 代言的15个广告每个收入800万 再加上参加奔跑兄弟以及各种商演 Andale Bobby的收入轻松破2亿 与教主黄晓明的强强联手更让他锦上添花 27岁的他可谓是人生赢家 李一峰在2016年接拍一部剧的报价为3500万左右 接连拍摄《麻雀诸仙》等热剧 再加上各种广告代言 身价早已过亿 1987年出生的他 未满30岁就赚的盆满钵满 王俊凯生于1999年 在2016年还未成年的他身价达到2.48亿 成为最年轻的富豪 小小年纪就已经富可敌国 羡煞旁人 1990年出生的陆寒身为小鲜肉中的颜值担当 背后有着一众粉丝 2016年的陆寒靠着代言骗酬出场费 身价超2.7亿 成为彭林人中的佼佼者 林更新是有一位小鲜肉的代表 仅武神赵子龙一部剧的收入就超过2000万 再加上与国民老公王思聪交往甚密 可见背景非同一般 29岁的林更新恐怕早已跨入一元富豪的行列 刘诗诗在2016年虽然没什么新作 但是据传仅靠炒股刘诗诗就在一天内赚了1.3亿 刘诗诗与吴奇隆的婚礼堪称大手笔 砸钱2000多万 可见财大气粗 90后华晨宇出道后一直人气高涨 专攻音乐的他虽然不及以上演员的天价片酬 但是在2016年的收入仍达到1400万元 而他的累计身价早已破亿 毕竟他出身豪门 是标准的富二代 吴亦凡在2016年的总片酬达到1.2亿元 这还不包括他其他演出代言的收入 2016年最火的小鲜肉非吴亦凡莫属 随着微微一笑很清诚的热映 杨阳在演艺圈的地位也是如是中天 2016年杨阳拍戏的总收入为8500万元 再加上其他活动的收入 一元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陈晓作为内地演艺圈的明日之星 与陈妍希结婚之后更是身价倍长 二人在台湾的豪宅被记者拍到 价值在6000万左右 未满30岁的他已经收获了成功的事业和美满的爱情